印军前线用上太阳能帐篷值得吹嘘吗?为何遭到国内网友的耻笑? 近日,一位印度主持人在视频网站上高调炫耀,称印度军队在拉达各地区用上了太阳能军用帐篷 印度人号称这是全球首个军用太阳能帐篷 根据介绍,这种太阳能帐篷通过阳光来保持温度,专为8至10名士兵设计 每个零件的重量不到30公斤,其便携式适用于复杂地形 印度人在视频中各种介绍这个帐篷的好处 下面印度网友的评论也是较好一片 然而有意思的是,不少印度网友认为,这个帐篷最大的优势在于环保 印度军队在为人类环境做贡献 是的,印军上前线都不忘环保,这得是多么具备国际精神 试想一下,在此前中印边境对峙时期,印度军队的后勤就饱受诟病 尤其是入东之后,拉达克地区气温一度低至零下20多度 而印度士兵因缺少棉衣与帐篷,造成不少冻伤现象 因此这种既保暖又环保的帐篷出现在印军中 自然引得印度人的叫好 但问题来了,现在都快进入春天,天气暖和了 为何印度人现在才把这么好的装备拿出来 而且太阳能帐篷也不算多么高科技的东西 印度人吹得这么厉害,怎么其他国家不用 等印度军队第一个装备 其实答案很简单,这种太阳能帐篷拿来宣传就可以了 在高原地区根本就不适用 太阳能帐篷既然是吸收太阳能保暖 肯定得出太阳才能庸牙 但此前中印高原地区暴雪连连 有几天会出太阳 这说明这种帐篷关键时刻不顶庸牙 而且入东后高原风大 这个帐篷也不中 会不会一阵大风就把帐篷给掀翻了呢 此外,单从印军太阳能帐篷的外形来看 怎么看都不像是士兵驻的帐篷 很多网友看到后的第一反应是 怎么像蔬菜大篷 的确,印军的太阳能帐篷 基于我国菜地的蔬菜大篷搞混 而且作为种菜民族 我国的蔬菜大篷早就实现了太阳能供暖 这么看来 我们平时吃的菜都赶上前线印军的待遇呢 再来看看解放军这边 帐篷根本不是边防战事主要的保暖措施 通过此前的报道得知 我国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大量的保温房 战事的宿舍内有暖气 能洗热水澡 甚至还有健身房娱乐圈 这种太阳能帐篷能干啥 有意思的是 此前外媒通过卫星图 发现解放军在西南日喀泽空军基地 真有类似的太阳能打篷 不过不是用来助人的 而是真用来种菜的 实际上 我军在前线通过这样的太阳能蔬菜打篷 以及太阳能养殖大篷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前线菜肉自给自足 很难不怀疑印度人是不是抄袭了我们的点子 不过他们不用来种菜 而是用来助人 据港媒南华早报报道 在2月24号的时候 中国海军第36批护航编队于当天 递达马六甲海峡 并与新加坡海军举行了海上联合演习 此次中心联合军演 也是在美国呼吁盟友加强亚太自由航行 实际上是在拉帮结派 与中国进行对抗背景下进行的 因此格外引人关注 我们要知道 新加坡作为美国的盟友 长期依赖美军提供了军事保护 因此新加坡绕开美国与中国演习 会让一些人感到诧异 尤其是在中美亚太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对于此次中国与新加坡联合演习 新加坡分析人士表示 在疫情的背景下 中国与新加坡的联合演习取得基础性成效 这标志着中国正在巩固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系 而中心联合军演 必然绕不开美国的亚太军事战略 而中国此举是否在与东南亚国家一道 挑战美军霸权呢 我们知道 新加坡虽然国家不大 但由于控制着重要的马六甲航道 因此在亚太有着相当的话语权 而我国的能源进口路线 很大程度上依赖马六甲航道 可以说 马六甲是我国能源的生命线 也正是因此 美军就又封锁马六甲航道 打击中国能源进口 从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计划 要实施这个计划的话 必然需要得到新加坡的支持 但对于新加坡而言 马六甲海峡是他们经济发展的根基 而中国繁忙的贸易往来 也给新加坡创造巨大的经济利润 如果美国人一句话 把马六甲海峡给封锁了 新加坡自身的经济也将受到牵连 因此他们必然不乐意在这个问题上支持美国 同样对于整个东南亚国家而言 尽管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在极力拉拢 但他们明白 美国始终是亚太地区的外来者 就算加入美国的体系 在他们眼里 只有欧美人算一等公民 东南亚最多只能混上个二等 因此东南亚国家普遍不愿追随美国的战略 就连过去 美国在东南亚最忠实的盟友菲律宾 在近年来也对美国表现了愈加不满 在文化影响力上 中国几千年建立了文化圈 对东南亚的影响根深蒂固 相比之下 美国在二战后才大规模介入东南亚 并且首先带来的辩世战争 但美军在东南亚军事行动的失败 恰恰证明了依靠军事手段介入东南亚 并不是正确的选项 另一方面 中国在倡导新的贸易路线 打通经济快车道 而东南亚国家由于离中国近 将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体系的受益者 另一方面 美国急着逼东南亚国家战队 让这些国家不惜冒着风险 来维护美国利益 反而会激起东南亚的反感 从去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到访东南亚各国 拉这些国家进入反华阵营 结果碰一笔子灰 就可以看出问题 港媒也表示 东南亚国家并不想被卷入大国纷争 因此他们拒绝选边站 中兴海上连演举行后 对美释放出何种信号 看中国一招巧妙破解美军印太战略 敬请关注本节目 了解详情 据澎湃新闻的消息称 在2月24日 中国海军将在新加坡近海 与新加坡海军 共同举行一场海上联合演习 此次演习是两国第六次联合军演 期间双方将一起进行 编队分航 编队搜救顿项目 单就双方演练科目而言 此次中兴两国海军的联合演习 只是几项十分常规的航海编队和通信演习 以及联合搜救等人道主义救援类项目 虽然并无引人注目的战斗类科目演练 但鉴于新加坡本身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 以及它在美军制定的印太战略中 所处的重要地位 所以说 这次两国海军的联合演习所发出的信号 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毕竟 马六甲海峡在美军的战略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么 此次中兴海上连演举行后 这对美究竟释放出了何种信号呢 分析认为 在去年年底 美军宣称要在印太地区重建第一舰队 并在新加坡建立基地 如果这一行为真的让美国人达成的话 那就意味着 中国在2019年与新加坡海军所签署的 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协议 成为了一纸空文 所以说 这次军演相当于向世界宣布 中兴两国签署的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协议 是真实且有效的 双方都在非常重视的执行 此前 为了迎接中国海军的挑战 美国启动了所谓的印太战略 从战略上把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成一个地区 这一方面特意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 另一方面则是强化该区域的兵力部署 但美军所谓的印太战略 现在却被中国一招破解了 而且这个破解方法也很巧妙 那就是与新加坡打成安全合作协定 随着拜登的上台后 新加坡方面依然在执行这一协定 很明显就是在告诉美军 他们十分清楚究竟谁才是未来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在行动上表明态度外 新加坡外长维文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美是时候向中国妥协了 中国在发展成超级大国的时候 应该占据应有的地位 总体而言 中心两国海军此次举行联合演习 达到了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最低目标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南部周边各国对华关系上 开始表现得更加理性 就像那句话所说的 尊重不是靠别人的施舍 而是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的 打鼠 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